回网友提问 10万多预算 大空间SUV如何选择 这位网友给出的候选车型 分别是北京X7 第三代哈佛H6 长安CSTU PLUS 好 咱们就拿着三款车型的1.5T顶配版来看 首先你最看重的是大空间 那么三折尺寸进行直观的对比 北京X7的车身长度是4710毫米 以及2800毫米的轴距参数 远比其他两位要大了许多 同时车身宽度来看 也出北京X71892毫米的车身宽度最宽 进而其拥有了更为宽阔的内部成员空间 以及更为宽大的座椅 人机工程学设计 我们往期节目也有对北京X7车型有具体介绍 空间及程式输入度方面的确很有优势 同时像北京X7这款车型 主驾驶座椅还支持六项角度电动调节 四项腰拖调节 驾驶席三档机翼功能 副驾驶席也拥有四档腰拖调节 前面座椅通风加热功能 真皮放上盘放上盘加热 后排隐私玻璃等配置 也要比其他两位竞品车型配置更加丰富 也能看出北京X7在成员输入度方面 配置拉满诚意十足 对比完空间之后 咱们再来说科技配置层面 首先就要说大屏幕的数量 北京X7提供了三块屏幕 分别是12.3英寸的全景预表盘 以及12.3英寸的装控触控屏 还有一块是空调独立的触控面板 除了大家都有的车联网 卫星地图 全景影像等等以外 还支持华为的嗨卡系统 AR视镜地图 是喇叭音响 实测氛围灯等等 这些配置也是另外两位对手不具备的 而第二代的传X7U Plus 提供了两块屏幕 尺寸也一样都是12.3英寸 与腾讯联合开发的车衣系统 界面还是很炫酷的 还支持手势控制 也算是一个小特色吧 而第三代哈佛X6有两块屏幕 一表盘的尺寸为10.25英寸 屏幕尺寸上略逊于两位对手 中国屏幕尺寸同样也为12.3英寸 上属度和流畅度还是不错的 唯独就是说空调的操作逻辑比较繁琐 还有在优化 但是第三代哈佛X6是具备HUD抬头显示功能的 也可以显示基础型车参数 以及导航的一些信息 也算是一个紧张添花的小配置 驾驶与动力操控方面 这三款车型均搭载了各自自家研发的 1.5T无轮增压放动机 动力参数如下 表现不相上下 编辑器方面 其中北京S7和第三代哈佛X6采用了7速式双离合变速器 而第二代长安赛斯75plus搭载了爱琴的8速自动变速器 论评论性方面来讲 我认为北京S7的评论性方面优于其他的两者 更像是CVT变速器那种调教水准 而长安赛斯75plus的8速自动变速器和第三代哈佛X6的7速式双离合变速器 在低档位加速的功能下 依旧能感受到些许的顿作感 但是论显文速度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快的 也能看出目前各大自主品牌车系厂家的话 在冰热器调教上也下足了功夫 再往下说 轮胎型号上 北京S7搭载了2355519英寸的轮胎 轮胎尺寸整体要比其他两位对手更宽更大 进而可以带来更足的高速驾驶稳定感 第二代长安赛斯75plus 就搭载了256018英寸的轮胎 唯独就是这个18英寸的轮毂 再三者对比车型中 尺寸是最小的 会使其略是SUV概有的野性 而第三代哈菲池6则搭载了255519英寸的轮胎 轮胎尺寸中规中矩 虽然没有北京S7那么的宽 但是作为仅仅型SUV来说也足够了 同时1919英寸的轮毂看起来也相当的霸气 最后再来看 论整车质保与后期维护成本方面 北京S7是支持5年和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以及首任车主不限里程 不限年限的整车质保 而哈菲池6和长安CST5plus 仅提供3年或10万公里的质保 所以在后期维护成本方面 北京S7给出的福利待遇更加诱人 所以通过上述的多角度对比 可以总结出 如果你对大空间高配置有着着重的需求 那么就不妨看看北京S7 或者它就是能够满足你这些要求的首选作家 我是嘉良 加关注 此言之叫你精打细算 那边摄到 锅满足你能够含啊 那边摄得一分钟 那边摄得更多了 翘给了一分钟 那边摄得更多了